要说世界通讯技术哪加强? 当然是中国了。 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目前,中国公司已签下30多个国家的5G订单。 当然,如此优秀的成绩,自然会引起某些国家的羡慕。 例如美国。 近日,特朗普就在推特发话,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开始为6G研发铺好了道路了。 希望6G尽快研究出来。 等等,666G,就连时代杂志都猛圈了。 特朗普想要5G,又想要6G,还越快越好。 他到底在说啥? 对于特朗普的说法,外国的网民也是乐了。 at emernetman, in five days or six days, 搞出5G和6G在五天或六天以内吗? at andres medrago, it will be another ten dollars if fk talks play sixty, 我出十块。 求解释啥叫6G? 虽然数次编排来说, 5G后叫6G也是正常的。 但是目前我们也才是刚开始部署5G。 技术完全成熟也要几年时间。 而且短时间内5G也不会这么快淘汰。 6G也没有国际标准。 现在讨论怎么造出来? 就有点纸善谈兵的意思了。 没办法。 既然联邦通讯委员会, 开放太赫资波频率段给研究人员做6G实验。 当然要试用一下这个资源啊。 对此业内人士也保持住清醒应对。 联邦通讯委员会, 为了研发6G所开放的太赫资波频率段, 能否用于无线通讯,还在论证阶段。 太赫资的优点就是它的频率高, 通讯速率高。 而且能快速成像。 所以日常使用在地铁安检装置上。 但缺点也很明显。 相比5G所用的毫米波, 太赫资波频率段的传输特性, 只能实现视线之内的短距离传输。 这意味着信号无法穿透墙壁等障碍物。 还会受到树木, 或天气变化等因素的干扰。 所以太赫资波跟6G的关系。 现在也知概念阶段。 而且执行起来需要的时间, 人才, 金钱脱不了关系。 哪能快得起来? 话说回来。 5G, 6G这类的大型专案, 执行起来, 不是随便说的。 美国不会突然凑上来搞6G。 也不是特朗普一条推特就能开始的。 可以看出美国开始慌了。 之前一直呼吁其他国家不要使用华为的5G技术。 最后却有30多个国家, 选择了华为。 甚至逼到美国捉了华为副董事长。 都阻止不了华为的5G布局。 虽然华为的5G领域, 在全世界占领的市场份额大。 但在5G移动通讯网络技术竞争中, 华为比高通稍微逊色一点。 可是基建狂魔, 不是浪得虚名的。 华为在组网执行的基础建设有优势。 这基本上是难以替代的。 华为已经到了第三阶段试验准备商用。 即使高通即使有技术, 但是基建方面不及华为。 高通如果不与华为合作, 或者说美国拒绝华为技术, 高成本的建设, 让美国都无法全面推进商用。 不管是高通对华为, 还是美国对中国, 都没有绝对的优势。 美国5G市场抢不过, 所以就寄望6G了。 提早建设6G, 挽回一点颜面。 希望将无限通讯领导地位抢回来。 可是对于我们习惯未雨绸缪的国人来说, 又怎么会想不到呢? 去年工信部就已经确认, 我国已经在研究6G了。 希望达到正真的万物互联。 华为中心移动等, 早已率先洗跑了。 至于6G研究是否为时尚早, 中国资讯通讯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所长万亿, 在接受采访时说, 搞科研一般都要超前于市场应用。 有一句话叫使用一代, 研究一代, 储备一代。 说服点就是吃住碗里的、盯住锅里的、想住田里的。 现在大部分地区应用的是4G技术。 5G很快就要投入市场。 这个时候启动下一代通讯技术的研发工作很正常。 从前3G的高通独霸, 到4G的苦苦的追赶。 在即将到来的5G技术中, 我们已经迎头赶上。 中国在行动网络竞争中, 位置正慢慢发生变化。 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追赶者, 而是竞争者。 从现在5G的所展现的物联网, 加网际网络技术, 让我们可以开想。 6G或许真的能让我们告别网际网络时代, 真正进入物联网时代, 实现物物相通。 身体自身就是装置, 自动传输任何资料。 无论是买东西, 还是跟人工智慧产品的互动。 根本不需要说话就能资料交流。 再看行动网络的发展。 1G到3G, 基本都是10个年头换一代。 但是从3G升4G开始, 时间缩短了一半。 科技进步的速度, 6G或者会来得比我们想象要快。